阿片的药物无害论和止痛文化 这时候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国内民众 我认识了我必须得到55% 或者我会很疼 如果一个医生不合理合法地 帮一个患者治疼的话 这个医生可能会被告 去年10月 美国知名情景喜剧《老友记》中 Chandler的扮演者马修·派瑞 在家中浴缸里意外去世 一个多月后 马修·派瑞的死因被披露 它是由于绿胺酮的急性作用导致的 绿胺酮是一种精神类的药物 在临床上通常被当作麻醉剂来使用 它其实还有一个俗称 就是Chandler 据说马修·派瑞一度每天要服下 55片止痛药 还去过60多次戒毒中心 马修的经历与挣扎 恰恰代表了美国众多瘾君子的痛苦 是什么导致美国药物成瘾泛滥 近年来 一些美国政客甚至认为 中国是加剧了 美国药物成瘾问题的原因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今天我们一边见证 一边揭开美国漫长且顽固的 药物滥用危机 先来看看目标的说法 近半年来 众多讨论美国药物成瘾问题的贴文中 几乎都提到 美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 但是却消费了全球80%的 阿片类药物 美国药物成瘾问题 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医学界 政界和普通民众 都给出过很多看法 有的贴文分析认为 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怕疼的群体 甚至会把止痛药当成糖豆来吃 这造成了美国民众 对阿片类药物的高度依赖 也有一些美国政客 将美国毒品和药物滥用危机的原因 归结给中国 认为是中国加剧了 美国的药物滥用危机 先简单说明一下 什么是阿片类的药物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解释 阿片类药物是一种在身体神经系统 或大脑特定受体中起作用的物质 可以减轻疼痛 那说白了就是止疼 这种药物本身其实并不神秘 大多是用因素中提取的生物件 及其体外衍生物制成的一类药物 比如说像马飞 可带因 杜冷丁 芬泰尼 这都属于是阿片类的药物 但是有一点要格外注意的是 除了缓解疼痛 阿片类药物还会让人产生愉悦感 并且导致依赖和上瘾 使用不当则会使人丧命 因此这类药物在全世界范围内 几乎都是受到管制的 那美国人口仅占全球的约5% 却能消费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 这个数据是由谁发布的 准不准确 几乎所有中文贴文在引用 美国消费了全球80%阿片类药物 这一说法时 都没有标注数据的统计时间和来源 于是我们在全网搜索相关英文关键词 发现搜索结果第一条 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卫生部 在2022年10月更新的一篇 介绍阿片类药物的文章 这篇文章直接提到了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4% 消费了世界上80%以上的阿片类药物 此外 文章还指出 美国消耗了全球约99%的氢可酮 氢可酮也是一种阿片类药物 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及 以上数据的统计时间和来源 于是我们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发现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在2021年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 报告的题目为 处方阿片类止痛药物的消费 美国和其他国家阿片类药物 使用的比较 这份报告的第六页写道 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 但在2009年消耗了世界上 大约30%的阿片类药物 包括世界上99%以上的氢可酮 和80%的氢可酮 这份报告指出 数据的来源是国际麻醉瓶管制局 点击该报告给出的引用链接 我们看到了国际麻醉瓶管制局的详细数据 2009年阿片类药物 清可酮的全球消费量为39.1吨 美国几乎占据了世界总量的全部 此外2009年阿片类药物 枪烤酮的全球消费量达到了77吨 可见国际麻醉瓶管制局将阿片类药物 详细分类后进行的统计 那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据此得出的结论包括 2009年美国枪烤酮的消费占比 达到了全球的80% 而总的阿片类药物销售量 占比是全球的30% 但是美国的学术论文 包括美国官方机构都引用的是 美国消费了全球80%阿片类药物 这里我们猜测 因为枪烤酮生物利用率高 给药途径多 因而在临床上应用广泛 是最为主流的阿片类药物成分之一 那消费量在全球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很有可能这个80% 是根据了枪烤酮的消费量得来的 再来补充一组更新的数据 同样是阿片类药物的马飞 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23年 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 2021年美国人的马飞消费量 为全球消费量的33.4% 这一数据是全球所有国家中最高的 几乎占了所有欧洲国家 加起来的消费量 那么所以美国是阿片类药物消费大国 这是事实 为什么美国人对于阿片类药物的需求量 会如此庞大 这真的是因为美国人最怕疼 动不动就要吃止疼药吗 为此我们采访了在美国工作的医生 有些人说 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怕疼的群体 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从医生的角度 他们愿意开这类的厨房给患者 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让患者上瘾 最主要的是欧美医生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作为一个医生 他们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为了帮助患者解除痛苦 而解除痛苦的最佳的一种药物就是阿片类药物 特别是对那些有长期疼痛患者 比如像关节炎的疼痛 或者说像癌症患者 这个患者非常需要阿片类药物 帮助他们能够相对来说正常的生活 如果一个医生不合理合法的帮一个患者止疼的话 这个医生可能会被告 所以说在美国之所以用阿片类药物这么多 特别是合法的途径 最主要的和医生的理念有很大的关系 江医生提到的治疗疼痛的理念 那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这就不得不提到上世纪90年代 美国有一波阿片类药物危机 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的美国 医生由于担心阿片类药物的成瘾问题 几乎只给癌症患者开阿片类药物 然而1996年 美国普渡制药公司将一种名为 奥斯康定的止疼药投入市场 宣称奥斯康定不仅可以长效止疼 还可以避免成瘾 并承诺对所有人都是安全的 该公司制作了一系列宣传片 直接向拥有处方权的医生 宣传这种药物的神奇效果 有没有问题的我们最强烈的病毒 是因为奥斯康定的病毒 但这些都是同样的病毒 那些病毒有一个重量 为病毒的病毒 和其他残酷的病毒 现在,在实际上 病毒的病毒 中病毒病毒 是比较多于1% i got my life back now now i can enjoy every day that i live i can really enjoy myself and before even a good day was hell i mean i couldn't enjoy nothing but now i can enjoy myself that's when i said wonderful when i started taking oxycodone two months ago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d felt normal since my original injury 10 years ago now this medication does not turn you into a zombie 后来根据美国相关部门的调查证实浦都制药公司在这一时期 重金收买了各种机构还通过医药销售代表对医生进行游说和贿赂 正是通过这样史无前例的营销手段奥斯康定的销售额从1996年的4400万美元 飙升至2001年和2002年的近30亿美元开出的处房数量也从31万6千张 变为1400多万张 老友记中的马修·派瑞正是这一波药物成瘾危机的受害者 1997年医生会为他开出了第一片阿片类的纸糖药 当时伴随着奥斯康定的成功控制普渡公司的萨克勒家族 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其他制药公司就开始模仿普渡公司的做法 推出大量类似的产品 那美国疼痛协会还发起了将疼痛作为第五生命体征的运动 呼吁人们更好的控制和管理疼痛 不过普渡的好日子也没过多久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阿片类药物依赖 2000年前后 普渡公司收到了来自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数千起诉讼 并且面临着来自美国政府的天价罚单 美国疼痛协会也在2019年被指控 与生产阿片类药物的制药公司勾结而背后关闭了 但可惜的是呢 阿片类药物无害论和止痛文化 这时候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民众 这恐怕也就是美国人更怕疼的说法来源 那么第一波阿片类药物危机之后 美国的医生如何在疼痛治疗的理念 和避免药物成瘾的问题中找到平衡 是否有具体的管理规定成为医生用药的依据呢 对于阿片类药物的用药指引 药物管理等在美国涉及到三个机构 CDC及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DEA及美国基督局 阿片类药物的用药指引和批准管理 由CDC和FDA完成 涉及到阿片类药物的统筹管理和药物滥用的问题 则由DEA负责 登陆CDC的官网 我们看到了一份在2016年发布 2022年更新的CDC处方阿片类药物 治疗慢性疼痛指南 这份指南主要是为开阿片类处方的 临床医生 职业护士 医师助理和口腔保健从业者 提供详细的疼痛护理建议和指导 但是我们也看到指南中特别提出 这些建议无意作为组织医疗保健系统 或政府实体对人群的政策 或实践的绝对限制来实施 建议是自愿的 旨在支持而不是取代个性化以人为本的护理 满足特定患者的护理需求和临床情况的灵活性至关重要 而针对DEA对于阿片类药物的规定 相关专家也给出了解释 1973年的时候美国成立了一个特别的部门 叫做DEA 中文就是美国基督局 这些药物 精神科医药物 麻醉系药物 阿片类药物就专门归他们管 他们把这类药物分成五等 第一等就是不认为有药物作用 但是有很强的上瘾的可能 比如可卡因之类 第二类有上瘾的可能 比如像马非 但是同时也有很好的止疼的作用 比如像清可酮 嗆烤酮 这些都广泛的用于医疗方面的止疼 如果使用不当 有很大的可能性上瘾 第三类麻醉性的药物 第四类精神科医的药物 第五类都有可能 只是他们的比例剂量很低 不同类别 医生开处方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最多可以开多久的药物 这就是DEA管控或者说 划分这些药物的方式 在美国 不管说自己开诊所 还是在医院里面工作 只要开止疼药 或者说阿片类的止疼药 必须要遵守DEA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一次只能开多少 如果说患者的疼痛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应该怎么样加量 要隔开多久才可以加量 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 一般情况下 医生会根据患者自己的阐述 而判断该怎么样开药 开药的时候 一来要看患者的疼痛的程度 第二要看患者过去用药的情况 一般来说的话 对于一些普通的疼痛 比如说牙疼 喉咙疼 不大会用阿片类的药物 但是如果说患者去拔牙 或者骨折 或者动完手术 那么往往医生就一定会用阿片类的药物 由此可见美国对阿片类药物 一方面是分类严格 一方面又讲求在临床应用中的 灵活性和特殊性 这就造成了药物滥用问题 长期被关注又得不到解决的局面 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 在2023年8月发布的最新报告当中显示 从1999年到2021年 美国仅仅是处方类的阿片类药物 摄入过量就导致了大约28万人死亡 而且这个死亡人数还是连年增长的 2021年过量服用处方阿片类药物 造成的死亡人数 几乎是1999年的5倍 这份报告还特别提到 处方滥用已经成为 整个美国日益严重的问题 美国的第一波阿片类药物危机 造成了数量庞大的药物上瘾群体 当他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 获得更多的处方阿片类药物时 那必然就是转向 非法途径 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 促成了美国阿片类药物 过量死亡人数的第二个高峰 美国第二波阿片类药物危机 开始于2010年 元凶市成本更低 起效更快的毒品海洛因 根据CDC的统计 2012年大约有超过51.7万人 报告及时海洛因上瘾 由于海洛因通常通过注射来使用 所以还造成了病毒感染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艾滋病 CBC的数据还显示 从2013年开始 阿片类药物过量的相关死亡人数 再次上升 这也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三波 阿片类药物危机的起点 而这一次是由于非法制造的 芬太尼大量出现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最新发布的 《2023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显示 2021年美国涉及阿片类药物 过量死亡人数超过8万 其中有7万例都是由含有芬太尼的 合成阿片类药物导致的 另外根据美国官方的最新统计 2022年7月到2023年7月之间 美国药物过量死亡人数 接近11万 而其中大部分死亡人数 也都是由非法制造的芬太尼造成的 说回到芬太尼 它究竟是一种什么药物呢 既然它会造成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为什么会被研发出来 事实上 芬太尼是由比利时人保罗·杨森 在1959年就首次合成出来的 1968年开始在美国 被批准用于医疗用途 通常是用于治疗 有剧烈疼痛的患者 芬太尼是一种人工合成的 类似于鸦片类的药物 它的效力非常强劲 它的效率是马飞的100倍 所以说只需要一个非常小的剂量 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止疼效果 当然也同时 也只需要非常小的剂量 就可以使人上瘾 也只需要一个非常小的剂量 就可以使人死亡 芬太尼不但效率强劲 而且它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给药 它可以境外注射 可以做成含糖 含在嘴巴里面 也可以做成贴片 贴在皮肤上 都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止疼效果 所以现在在美国 在医院里面是非常广泛的使用 由于它所需要的剂量非常小 使人放松的一种效果 所以毒贩也非常喜欢用芬太尼 因为它只需要一个非常小的量 然后和其他东西混合的话 就可以获得非常高的利益 而且芬太尼 只要原材料足够 生产起来也不麻烦 而且生产的规模 就是说设备的大小也不需要很大 因为它的效率非常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芬太尼 现在变成所有瘾君子的最爱 也是毒贩的最爱 因为这些东西 它只需要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体积 就可以非常方便地 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在美国基毒局 对药品风险性划分的 五个等级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芬太尼究竟属于哪一类呢 我们看到最高等级 也就是副表一中的药物 是没有医疗用途的 只属于非法或接头药物 比如说像大麻 海洛因等这些毒品 它们被认为最有可能 出现使用障碍和滥用 而芬太尼呢 紧粹于第一类 是在副表二中的药物 这一类药物被看作是 具有医疗用途 但是很可能被滥用 同样被列入这一类别当中的 还有马菲和达因 虽然基督局对管控药物 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但是我们也发现 美国不同的州 对于持有和使用 这些管控药物的法律依据 确实不存的 以第一类管控药物中的大麻为例 美国大多数州都通过了法律 将大麻的医疗用途合法化 还有24个州 三个美国领土和华盛顿特区 承认大麻的娱乐用途合法 2020年11月 俄勒冈州选民 甚至通过了110号法案 规定在该州持有少量 海洛因 冰毒 可卡因等毒品 只需缴纳100美元的罚款 对于持有毒品 都能用100美元 这样的一个低数额罚款来处理 美国一些政客居然还敢 把药物滥用和毒品问题 归罪于中国 要知道 中国对于麻醉类药品和毒品的管控 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是相当严格的 在美国管控药品名单 排第二类的芬太尼 在中国却是归 禁毒部门眼后 一直以来 芬太尼在中国都被作为 麻醉药品进行严格管理 目前有13种芬太尼 及芬太尼类物质被收入在 麻醉药品品种目录中 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管制 在生产方面 目前中国只有5家货批生产 芬太尼的企业 生产上市的芬太尼类药品 仅有芬太尼 舒芬太尼和瑞芬太尼三种 而且产量固定 每批麻醉药物均有 唯一的生产批号 在使用方面 医院需要对芬太尼类药品 进行严格的专门保管和登记 同时使用过的空药品 一律按要求登记回收 而早在2015年 芬太尼就正式进入 中国禁毒部门的 严控范围之内 2019年起 中国已经对芬太尼类物质 进行枕类裂管 凡是与芬太尼化学结构 和效果类似的芬太尼物质 都被纳入管制范围 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 能够使人形成隐僻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都属于毒品 所以列管的芬太尼类物质 属于毒品 是受到严格管控的 今年年终的时候 我们还做过一期 关于美国僵尸药泛滥的节目 通过见证 我们当时知道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美国的毒贩 将本来用于治疗动物的兽药 甲本赛琴 用来制造毒品 见证过程中 我们在旧金山记事报的官网 找到了发布于 2023年5月29日的新闻报道 文章对旧金山 费城 洛杉矶和圣克拉拉等地 出现甲本赛琴被滥用 并且短期内导致多起死亡的事件 进行了报道 报道中还提到 美国东海岸的毒贩 在近年来开始将甲本赛琴 和阿片类药物芬太尼 混合在一起制作毒品 费城大量的街头吸毒人员 因为吸食这种混合物 而导致了皮肤溃烂 专家还向我们介绍 甲本赛琴是在1960年 作为一种高效抗高血压的药物 被德国人研发出来的 在临床试验里发现 还具有很强的 中枢神经抑制作用 可以起到镇静 麻醉 肌肉松弛和镇痛的效果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甲本赛琴的毒性和危害性 也非常大 可以迅速降低人体心跳 降低血压 甚至造成呼吸抑制导致死亡 所以美国FDA只批准了 甲本赛琴用于动物 从未批准用于人体 由于甲本赛琴 不但具有镇静作用 还可以增加芬太尼的效果 所以吸毒者和毒贩 将二者混在一起 成为新型毒品 因为甲本赛琴 并非阿片类药物 所以不会被特殊管控 成本又低 所以越来越多的毒品中 被发现含有这种物质 但是它里面的危害 也非常明显 因为芬太尼 作为一种阿片类的毒品 如果我们发现它过量的话 我们有办法去救治 我们可以给那些瘾君子 打一种叫做纳洛铜的东西 去逆转它的效果 但是甲本赛琴 它并不是阿片类的药物 所以当我们接受到 吸毒过量的患者 哪怕我们能够中和 或者说抑制住 分泰你的毒性 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 甲本赛琴的危害 所以往往就是抢救不及时 可能会造成死亡 由此可见 在瘾君子和毒贩的眼中 药品本身的合法用途 和使用方式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想尽各种办法 将其变为更为强效的毒品 所以要想解决 长期以来的药物依赖 和毒品泛滥的问题 想甩锅给中国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美国自己做过哪些举措 去应对效果又如何呢 美国对阿片类药物管控的政策 包括对毒品的这种管控政策 它事实上一直在经历 国家一个改革 但是基本的这种原则和精神 还是上世纪70到80年代 美国联邦政府进行的一切 毒品药品管控的这种立法 但是从内容来说 它的立法管控是非常严格的 包括对很多这种成瘾类的药物的使用 但是在美国国家出台了非常严格的监管政策之后 它落实到地方的诊所 医生和地方监管机构 它就变得非常宽松 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毒品药品治理上 政策的这种非常明显的分歧 其实也是导致美国毒品药品治理 现在非常失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 共和党在毒品和药品治理方面 他们一直秉持一个理念 就是对吸毒者要严打 对持毒者要严打 但是对美国的药企 也就是说销售阿片类药物的这些企业 他们追求利润 这是自然市场的需求 他们是予以承认的 但是民主党的理念和共和党是不一样的 他们认为如果你加强了对毒品的执法 并不会阻挠美国人吸毒或者滥用药品 美国人只会更加偷偷地 通过规避法律的方式去获得毒品 地下毒品市场将会越来越猖獗 所以民主党的思路是 加强严打是没有用的 应该引导毒品的科学管理 并且让人们学会科学吸毒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2018年开始 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 他本来采取的是让司法部去 严打美国吸毒现象 包括毒品的持有现象 但是2018年美国的地方政府 就是民主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 他就开设了科学辅助吸毒中心 就是如果有人想吸芬太尼 海洛因或者是一些毒品 他会在科学人员的建议之下 或者帮他注射 或者告诉他应该怎么科学吸毒 但是民主党也从毒品的来源 也就是说包括社会阶级问题 种族不平的问题 去提出了更深层次的 解决美国毒品的危机 但是因为共和党的反对 它在国会很难通过 所以很多吸毒 对于美国毒品危机的解决 两党在政策上 就有强烈的对立和分歧 也是美国毒品问题到现在 还没有获得解决的一个根源 他们很大程度上 是想把这个责任甩给中国 美国的药物危机和毒品问题 是一个长期存在 根深蒂固的顽疾 受到社会文化 医疗管控 政治决策和资本利益 等多方面的影响 如果治疗这场顽疾的方式 仅仅只是让别的国家来吃药 恐怕难以治愈 新闻见证组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